有时候,工作的压力,生活的琐事,让我们心法忌乱,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,憋在心里又难受。 有时候,人心的复杂,感情的得失,让我们伤心难过,不想一直流泪,不想总是皱眉,想放下,不容易,想失怀,却很难。 我们每个人,都有属于自己的心事,积攒得多了,压抑得久了,心里就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,沉重,窒息,拼命找一个出口,想缓解,想透气,难过了,出去走一走,伤心了,好好睡一觉,眼泪,不要留在人前,伤口,别接给谁看,伤过,痛过,生活照样的过,哭过,笑过, 日子还得去过,没有人为你的眼泪满单,别人不会对你感同身受,一切都要你自己去承受,发心的事情谁都有,心烦的时候最难过,喝酒,怕醉了以后闹出笑话,哭泣,怕哭得太久眼睛会肿,倾诉,怕听到的人无法理解,憋着,怕时间久了没有笑容。 不管是感情,还是生活,如果让你难过了,就出去走一走,如果让你伤心了,就好好睡一觉,走一走,会遇见别样的风景,睡一觉,能缓解悲伤的心情,解铃还是吸铃人,别指望他人给你安慰,别人说的话,不是客气,就是假意,根本帮不了你什么, 只要自己想通了,释怀了,才能真正的走出来,伤心也好,难过也罢,失望也罢,低落也罢,自己的人生,自己去走,自己的心情,自己照顾,别高光了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,凡是靠自己,开心活下去,更多情感,哲理美文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